其实就是涉及到 就是马先生给我提的这个第二个问题 就是中国文化的力量 蒙古人为何难以生存 其实这个问题 其实我个人觉得 对政治的了解非常有限 我就是跟刚才老战大哥说的这个往下说 在这个内蒙 因为他毕竟他虽然是最早成立的自治区 他是47年就成立了自治区 因为他也有外蒙的问题 也有这个内人党 因为本身就是在内蒙的这个蒙古族 他也不是只有共产党这一支 就是乌兰夫为代表的 他还有这个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那么他们是有一些愿望 是要跟外蒙在一起的 那但是后来的这个斗争啊 就是导致这个 就是还是亲中共的这部分人 获得了胜利 内蒙古人呢 这也是后面我想分享的 就是蒙古人他本质上 还是一个挺热爱和平 也是就是不是被挤压到 生存空间非常小的程度的时候呢 他的反抗意识 其实并不是那么强 所以虽然有这样的这个特点 但是可能中央还是不太放心 就把这个蒙古都分到了东三省啊 就是像刚才老张大哥说的啊 折蒙我小的时候生活在这个 我刚才讲的科组后期 他当时是归吉林省的啊 后来是那个改革开放以后 又分别都化回去给了这个内蒙 那这个问题我们晚一点可以再讨论 那我接着讲一下 就是这个家庭的问题 因为这个是人与社会的关系 容说从小的点开始 就是家庭的角度 还是回到这个大扎萨令 因为我想这个是我们讨论 现代蒙古族这个一个起始点 那么这个大扎萨令的第二条 他规定呢 就是说一个民族 如果子女不遵从父亲的教诲 弟弟不听从兄长的劝解 丈夫不信任妻子 妻子不顺从丈夫 公共不赞许儿媳 儿媳不尊敬公共 长者不管叫幼者 幼者不尊重长者 那言 那言就是古代的这个官员 那言只宠幸其亲属 而疏远陌生人 富有者另惜私有财物 而损害公有财物的 那么必将导致将敌人击败 被敌人击败 家户衰落国家消亡 这个也就是所有的这个社会关系里边的一个基础 刚才我念的这些就是说 他虽然不像中国的这种三纲五常 规定的那么细致 但是他把这个原则都讲得很清楚了 那其中我个人感触比较深的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就是在这个大扎萨令里讲的这个长者 长者的作用 这里边就是讲过去的这个家庭教育 它有一个外延 就是在我生活的这个克尔清的这个小村庄里 那村子里的长者对于任何家的孩子 都是可以去教育的 当然我也讲了 就是这个村子本身都是有有亲血缘关系的这个亲戚组成的 所以他有点像过去汉族地区的大概是族长 或者什么可能有点这样的一个痕迹 或者有类似性 那这个任何的小孩子 如果他对不光是自己的这个长者 对任何的这个村子里的长者有这个不敬的行为 那么都是要受到这个教训的 所以这个长者或者是整个这个族群里边的这个教育 它是有这个家庭教育以外的一定的延伸性 当然这个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 可能越来越弱化了 就是只有父母可能起到的这个作用 会被显示的更强一些 长者的作用慢慢就在弱化 但是传统上来讲 是所有的长者都有教育或管教幼者的这个义务的 幼者也必须要听从长者的教诲 尊重长者 第二个呢就是女性啊 女性的这个作用 蒙古族的女性呢 因为生活方式的原因 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 基本上跟男性是这个平等的 就是因为过去征战都是男性 那么留在家里要打理家务啊 包括这个服役啊 包括这个照顾牲畜啊 这些工作呢都是由女性来承担的 所以呢这个女性她因为有了这么多的工作啊 那她的这个地位相应的也还是比较高的啊 那在这个家庭教育方面呢 女性的作用尤其显著啊 因为她是跟孩子待的这个时间最长的啊 那我妈妈呢从小就教育我 她说一个家庭的和睦兴旺啊 主妇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边也想拿我母亲做例子 她呢其实是跟我父亲是 离开了这个就是我爷奶奶 她都是在这个外地 因为他们大学毕业以后是被分配的工作啊 那么都分配到了这个汉族地区 所以她没有在这个生活上啊 能够实时的照顾 但是啊 从我记事开始啊 我就觉得那个 就每次我父母都会很省时间用的 当时的那个粮票什么的都要用嘛 那就是一个细粮啊什么的 我们都会留出来给这个爷爷奶奶 后边这个通讯比较发达 或者是生活条件稍微好一点以后啊 我妈妈就是跟她所有的这个 就是我父亲这边的亲戚啊 我姑姑啊叔叔啊婶子啊什么的 就是经常通电话啊 那么总是要在各种的这个事情上啊 去跟他们联络帮忙 所以我父亲对此呢 还是非常有这个 就是也很感激 也很有这个感触 他曾经就跟我讲过啊 他说如果不是我母亲的话呢 那么家族的凝聚 就不会这么强 所以我妈妈就是 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同时呢 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讲的 就是家庭教育里边 女性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呢 也体现在我妈妈身上 他对我们的教育都是 既智慧 又又又有这个重点 很多时候就是通过小事上啊 那么他总是能把这个 道理讲的非常的清楚 所以这一点就是我延续 或者我学习哈 虽然学的没有我妈妈那么好 但是在我跟我丈夫这个 生活的这些年里边 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上啊 那我们基本上也是按这个分工啊 就是父亲是在方向上去把握 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日常的这种品质的形成方面 那母亲要观察的更细 做的更多 要沟通的更多啊 这一点呢 我觉得我们在家庭分工上还是比较明确的 不会说一个人教育孩子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就拦着呀 或者是这个去去去唱反调啊 或者步调不一致啊 那这种都不会啊 另外呢 我觉得就是在家庭教育的这一点上呢 父母的这个作用也体现在很多的这个细节上啊 比如现在 每个家庭的孩子可能都会玩手机啊 或怎么样啊 我记得我离开家之前 可能上高中以后吧 我们家才有了一个那个电视啊 但是因为要做作业嘛 那么我父母就会不看电视 就是他们要求我们不看电视的同时 他们自己也不会看啊 他们要求我们读书的同时 他们自己也在读书 就是不会说对孩子的教育是一个标准 然后呢 对这个自己又是另外一套标准 我觉得这一点 目前的这个 我周围的年轻的父母啊 可能做的就会稍微差一点 那在亲力亲为上也做的不够好 当然很多人会说 现在的生活压力大呀 这个没有时间呢 要赚钱呢 但这些我个人觉得 都不是理由 因为孩子的成长 它是不可逆的 你错过了这个最关键的时期 可能等你赚够了钱 想要再教育孩子的时候 你发现已经无能为力了 所以女性就是无论如何的忙 那也应该把孩子的教育这个义务啊 能够承担起来啊 这个也是蒙古族认为天然的啊 就是孩子如果教育的不好啊 那母亲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责任的啊 这个也是 但是这个比较有一个问题要打断一下 您很很抱歉 那么往往 您说 就像在中国的很多少数民族的很多人里 都是这样的家庭 就像您描述的我的家庭 还有我认识的我们周围的很多人 也都是如此 但这被认为呢 是一种就是说对女性的歧视 为什么女性非得在家里呢 为什么等等 你比如说有时候在婚姻方面呀 包括就是您前面介绍到 您的丈夫呢 是一位汉族人士 不过他对蒙古的文化 很多都非常认同 那么他对于宗教包括您所 也许有时候宗教就是在生活中间 其实很多价值观是体现在生活上的 那么他也是比较接受的 这种融合度就会相对比较高一点 那么您对于其他的人认为 把女人拴在家里是一种对女人的歧视这一点 您觉得您可以接受这一点吗 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从来不认为男女平等 在就我刚才虽然说了说 在这个家庭地位中它是男女平等的 但是这个只限于说在家庭地位当中 那如果把这个男女平等放大 就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要男女平等 我觉得这个是我不认同的 因为从生理上来讲 那男性和女性就是不一样的 从这个繁衍的这个角度 那如果男女平等 那男性他是不能生孩子的 对吧 所以在这个我们人的这个构造上面 就造成了事实上的这个不平等 至于说除了这个生理以外 那我们再去追求这个社会地位 而不是家庭地位 我说那社会地位上 男性和女性是不是就应该平等呢 我自己觉得可能我的想法 很多人不认可啊 也只是代表我个人 我个人通过我跟我这个父亲 我爷爷我丈夫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非常身边非常亲近的男性的 这个生活这么多年的感受来讲 我觉得女性呢 她在这个吃苦耐劳方面 跟男性是一样的 但是她在这个大局观上啊 即便我从小受到非常好的教育啊 那我认为我跟我的这个 刚才提到的最亲近的三位男性相比 还是有不足或者有差距 我不知道这是天生的 还是只是我个人的 这个我不能概括 但我觉得我个人从没有追求过 在社会地位上跟男性去追求平等 所以基于这个认知呢 那我就不会觉得说 所谓的牺牲事业 当然我觉得我也没有牺牲事业 我现在事业做得很好 只不过就是说 这个一直都不是我最重要的追求点 这个也是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面试啊 就是面试我的是一个这个美国人 那么当时的面试很多就会讲啊 你认为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呀 等等啊 那我的回答就是说 我认为我那个时候我三十几岁 我就说我最大的成就 就是我找到了最适合我的这个丈夫啊 我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这个这个家庭 这是我最大的成就 所以呢 就回答您的问题啊 别人如何看待呢 他有自己的权利啊 但是从我所受的教育 我认为呢 就是说 如果是为了所谓的社会地位 或者是事业而牺牲家庭的话 那么这种牺牲在我看来是不值得的 您刚才的这一句话 其实抛出了一个价值观上的一个冲突 就是在中国大陆呢 有很多的人认为呢 事业应该是第一位的 也就是说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呢 可以解决家庭方面的一些问题 但是这一个呢 也是像我们昨天请到的伊犁夏天先生呢 在他的文化里呢 也是如此 包括在我的认知里呢 也是 就是说 一切都应该是以我们的生活 和我们的生命为中心的 而不是物质为中心的 或者是事业所谓的为中心的 而是家庭啊 等等这些 包括自己的灵魂 拿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或者是金钱呢 去享受一些这个文化的 或者是音乐的 或者是宗教的思想性的一些东西 那么您也是这样认为吗 对 我是这样认为 而且我觉得在很多的这个文化当中 其实都有这个啊 我的很多美国同事 或者是这个 就是就是 包括一些中国的同事吧 那么有一句非常这个挂在嘴边的 就是family first 对吧 我们大家都是认为 家庭还是最重要的啊 另外呢 这个也带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认为整个蒙古民族啊 他对于物质的这个追求的愿望 不是特别的强烈 可能觉得够了就行了啊 而不是说我一定要这个超过某某人 还是说我一定要这个赚到多少钱 我一定要比谁的那个 就我们家孩子一定要比谁家的孩子 要更加的这个 有出息啊 可能这些东西我们看的没有那么重 这个也是蒙古发展的不太好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他可能在 就是在这个大陆现在主体的价值观里 被认为是不够上进啊 因为他可能的这个想法就是够了就行了 我为什么要那么快节奏 如果您被认为 比如说您有同事或者朋友指责 您说您不够上进的时候 您觉得会不会对自己构成压力呢 对我来说不是啊 因为我自认为我还是足够优秀啊 就是我个人的这个就是自我认知 还是非常的就是健全的啊 这也就是我的一些这个价值观不被 其实我的确有领导就会认为说 我做的不是像他们预期的那样的这个 就是跟他们想的不一样 或者跟他们预期的达不到啊 那但是对我来说呢 我跟同事也讲 我说领导对我的认知 丝毫不能动摇我对我自己的认知 也就是说他觉得我能力不强 我不够好 那不会让这种这个评价影响到我 对我自己的认知说我不够好 还是我不够强 我对我自己的认知 还是我足够优秀 不会因为外界对我的评价而有什么影响 但是相反可能就是如果我的父母 或者是我的丈夫 或者是我的儿子啊 那他们觉得我不够好 那这个应该是会对我造成压力的 嗯好 我觉得您讲的太漂亮 太好了 好的 那么我们看回答几个网友的问题 不过今天呢 我们要说一下 Freyman 你我知道因为是男性 所以呢 就算你排在前面 我也得把你放到后面 那么Steven Schalke 应该是我们的女性朋友 如果是男性的话 就必须得给今天的女性们要让路啊 小佛是女性 优先女士要优先 那么Steven Schalke 您是女性吗 我要等一会儿 好 以后男士的时候要标签啊 来 小佛您请 马俊先生好 小余女士好 大家好 很久没发言了 还是很紧张 我请大家多多包涵 那其实 我以为这次是女性的 就是讨论女权主义 但是听到了关于 盟主文化的很多 很多内容 我也觉得 非常的棒 然后呢 我这个 记得前几天 就是马俊先生 在这个聊天室里面 多次的广告嘛 就是说 本周六的这个 很震惊的这个节目 是女性专长 然后讨论女权主义 然后我记得当时 我在聊天室 就是随便附和了一句 就是啊 讨论女权主义啊 那然后有一位网友 就很快的发来私信给我 他就说妇女已经占据半边天了 地位就不要再提高了 那很明显 这位网友应该是男性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有些奇怪 我就觉得 嗯 女性占据半边天 那这是谁的半边天呢 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 这句话的来源 然后发现是 毛主席 好像是在50年代 推广这个 农业生产合作设施 提出的一句名言 就是说妇女能顶半边天 然后呢 就是调动女性的 这种的劳动积极性 然后男女公分都一样 那所以我就觉得 那这句话出处的半边 这个天呢 应该是毛主席的天 那我觉得 那如果是这个天的话 那他也太伟大 太沉重了 我我肯定是 你分给我一半 我也承担不起的 我觉得那都让男性们 去顶着吧 那我我个人是 觉得 我不太同意说 女性要有半边天的 这一句话 我个人是觉得 我有我自己一片小小的天 我自己努力的顶住它 就是了 你有你的天 我有我的天 就彼此独立 没有那种 依存的那种附带关系 那如果说是讲到婚姻的话 那我的观念就是说 两人 两个人的天相互交集 继而能够衍生出一片 直径更大更广的天 这是我比较憧憬的一个婚姻 所以我不会去寻找一个很大的天 我躲在下面 然后去 去慢慢把我自己的那份天地 就是被稀释掉 或丧失掉 那可能也是因为我的这个观念吧 那导致我目前还是属于 国内所说的 大灵未婚圣女这样子 然后其实国内的这种圣女的叫法 我也不是应该没有人会喜欢的 因为他的这个叫法感觉是 好的东西被别人挑挑拣拣 走了之后 那你就是被剩下的那一个 那所以 这也是我为什么就比较更加坚定的觉得 我还是要拥有我自己的一片天的这个理念 因为 婚姻也好 任何关系也好 我个人是除了 觉得是父母永远是 永远是保护我的那份天之外 可能 我对于婚姻这种东西 我就觉得不能太过依赖对方 那 就是稍微稍微跳远一点 就说到这个天的这个话题呢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就一直是讨论政治嘛 那尤其是讨论 日本和美国的这个 这个 对比啊 这种各样各样的关系 然后就大家会说 太平洋那么大 肯定可以容纳下两个大国 那我就觉得说 那为什么 只限于看到 你所看到的那个太平洋 或你所看到的那个天呢 为什么就不可以 发挥一些想象力 然后 去看得更远一点 那未来的东西 你可以去扩展出来 属于你自己一个致敬 致敬更大的一个天地 或者说是你们携手去找一个 我们目前根本看不到的一个天 所以就是 这个理念可能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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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跃啊 我只是突然就是这样想到了 就是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非常好呀 不跳跃 我很紧张 而且其实刚才小语 你是讲到他的母亲 我也是有一个很伟大的母亲 对于我自己 在我自己心目当中 然后呢 像我的家庭教育 我给他取了一个原创的名字 属于精英民主专政 精英是我母亲 然后呢 他会听取家庭成员的意见 但最终决策权上 有不可反驳的专制力量 那截止目前来看呢 我父亲的很多提案 都是被驳回的 那结果证明呢 母亲是对的 那孩子们想做的事情呢 只要不出格 我的母亲是一定给予尊重和支持的 那有一个例子就是我 小时候在校读书的时候 我要逃课 去看我最心爱的摇滚乐队的live 因为他们是一支日本乐队 他很难 很难有机会见到他们的 那我跟我妈妈解释了很多 然后我说我会打工赚钱 然后我也会好好读书 因为我的读书成绩其实是不错的 希望他能帮我去跟老师编一个谎 就是去说家里有事 帮我请假 那我妈妈当时就说 你既然很喜欢 你能承担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就帮你 所以在他的帮助下 我看到了我最喜欢的乐队 而且是在他们最好的时代 然后就是这样子一个母亲 所以我觉得 他其实的受教育的程度并不高 但是他也经历过很多事情 但是他在我看来就是非常有大智慧 而且我其实希望我的父亲 更发挥一些做父亲的角色 但是我的父亲其实并没有发挥更多 可能做一个比较合格的父亲的角色 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因为我母亲的专制 导致他不得发挥啊 他也有他的很多问题 所以呢我有时候觉得 像我性格上的一些不自信 然后一些懦弱 我觉得是缺少我父亲的那一块的教育 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小时候我父亲难得难得去开一次家长会 然后呢他是从来不关心我的学习成绩什么的 因为我们家的孩子学习成绩都很好 然后呢他是难得开了一次家长会呢 意外的发现我考的是全年级的第一 然后呢他当然是很骄傲开心的了 但是他不愿意承认这种开心 然后呢他回来给我的评价是说 嗯虾猫碰了个死耗子 他是他是把 他其实我觉得他可能不是出于争议 但是他的这种观念就是什么强大出头鸟 然后呢你不要就是说没有一点培养你自信方面的这样子的教育 所以导致我觉得我的性格方面可能会出现这样子 当然我也不能全怨我的父亲 我只是讨论到这个家庭教育方面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感想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谢谢谢谢 谢谢我们的小佛我觉得你们都说的都太好了一个比一个讲的好真好好的我们讲的太长了谢谢 不不不我觉得挺好我专门我记得有一个网友专门发了一个信息就是说小佛讲话他为什么那么爱听他觉得讲的真好 而且很温馨很温馨的那种感觉真的特别好 哎呦妈妈谢谢您太会太会就是怎么说呢 我感觉我感觉我的一些自信就是从要从您身上找到了 要从这个聊天室里找到了 特别非专业的一个主持人就是被这个何平先生呢给这个鸭子赶上架 我给他帮忙做做着做着现在我成主持人了 我自己都觉得纳闷可笑的很 不过我觉得人生就是如此我们去面对这个自己已经到来的一些应战也无妨有时候改变一下也挺好 呃我反正我很喜欢听你讲话我觉得每次 谢谢我也很喜欢听你讲话 基本的呀很多的包括您的生活当中我觉得真是一种享受 我很喜欢这样这种这种感觉我觉得特别很棒 嗯谢谢小佛带给我们的故事谢谢谢谢 嗯好的接下来肯定是大家男士们都知道嘛啊 这一定是我们的依稀女士啊其他的我就 你们就慢慢排着吧 依稀女士您请 大家好 大家好 谢谢大家